蠻好的问题啦 比如说第一个 这边应该给个蓝位名称嘛 然后这有漏掉一个 这也需要姓名吧 这边加一个姓名 然后可能会有个问题 我们这程式我写好会有个问题 假如这里面完全没资料的话 你如果启动表单 然后你也输入一个资料 假设第一个我随便都是AABB 随便只要有一个 按个确定会怎么样呢 会发生错误 OK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好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一定会清空 重来一遍 新的表单 那你如果要填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错在哪里呢 基本上就是R错了 R的话就是会在653 因为我们是向下追踪 那这个逻辑是从A2Ctrl向下 Ctrl向下已经是最下面了 不过这个档案是 以色尔2003的 所以他653 如果是2007以后的 那就是1048 576 100多万笔 那现在只有6万多笔 那加1之后下面没有了 所以他不可能 所以产生错误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做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就是当他刚开始 所以还要一个防呆 这个防呆什么呢 就是判断是否为 就是判断什么 判断是什么 这个资料是否 资料是否 为空白好了 比如说完全空白 那怎么判断 其实方法很多 当然你可以向下 侦测之后 是不是6536 也可以知道 不过我本来以前是用这个方法 但是呢 因为像以色列又有分 那个2003 2007 2010 所以也有1048 五 第二种方法发现 这个第二种方法好像比较OK 什么方法 所以想那个方法 真的不是书里面得到的 都是自己要想一个方法 而且实物实际上 乱了没有问题 那就是最好的方法 后来我想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判断什么 A2储存格里面 如果是空的 那理论上怎么样 那应该也是空的 不可能说这边空一个 然后这边没输入吧 所以理论上好了 我如果判断这个为空 那表示它是空的 这个时候我给R 就给什么 给2就好了 就是从第二列开始输入 反之才是向下追踪 所以也就是说 我本来的那个R 有没有 本来是从哪边 从这边 对不对 其实应该从这边吧 也许我就把这个 这个干脆放在哪里 这个放在干脆输入资料的 防呆是防在这边 新增资料这边 然后呢 我就还是多判断一个 那怎么判断 if 如果什么呢 我要知道如果A2等于空的 如果什么呢 这个A2储存格 我用Range好了 我不用Sales 因为Sales比较不好 Sales你要打2 斗点A 那比较不好叙述 如果等于空的 那表示什么呢 Exam 表示这个是空白的 那我就把R 怎么样 给它一个2 反之 反之的话就是 A2不是空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用这个逻辑 所以把这个逻辑拖拉到这边 按个Tab键 好 解决了 所以 如果你要解决一个问题 尽量不要写的太复杂 而且最好理解 另外就是说 程式也不会发生错误 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刚刚只有改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把原来这个外面在包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非常 应该可以 应该 我想也不用特别十倍啦 就是判断那个A2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A2等于空的 那我就R等于2就好了 就是告诉他说 那你就从第二列帮我输入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就向下侦测 不过向下侦测是说 这边还要改一个地方 这边要从A1开始侦测 因为如果你从A2开始侦测的话 它也还是会跑到下面去 有没有 就是 这个 我输入一试给各位看 这边射中观点 讲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现在 输入一笔 比如说我这边启动表单 然后第一笔资料 因为他判断 假如是 OK 输入按确定 对不对 那应该会输入到第二笔 没问题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从A2向下侦测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还是会跑到下面去 所以怎么办呢 换个方法 把它游标放这里 坎错向下 就停在这里 OK 这样写法没问题 只是你可能要改了 我们之前是A2侦测 那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A1侦测 从A1向下侦测 这样子就没有错了 OK 这种写法我想 应该是最简单 然后有好理解 而且 试了很久 应该也没出过什么状况 所以这种写法 应该是不错的写法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了 那这个很多地方 都可以派上用场 比如说像什么销货单 你可以自己进销存 以前常常同学问说 进销存去哪边买 买了之后不好用 这样人家写又花不起那个钱 你说预算也不想要花很多 就是可能想要拿香蕉要找狮子 开玩笑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怎么办 而且你即便找到人家帮你写 你要还要跟他沟通很久 他才可以了解你 到底你们那个逻辑要怎么run 但是其实你是一个很简单的表单 你就自己写一写 也可以直接输入到Excel里面 所以你可以show一个表单 自己填一填输入进去 填一填自己输入任何地方 我想各个工作领域里面 应该有太多这种东西可以运用的 只是说这个细节 慢慢你要去懂得逻辑判断 让他不要发生错误 第二个的话 当然最后还有一些 可能也是都是小细节 就是说执行之后 可能也是一样输入一些资料 然后Enter Enter 再Enter 那最后这个Enter 有同学说老师你再多按一下 可能他再多按一下才可以 就感觉好像不够干脆 你是不是可以 不过我是觉得城市真的永远没有写完一天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刚入门的人 尽量还是不要钻扭脚尖 就是还是要尽量对他产生兴趣比较重要 你要知道说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东西 你只要愿意投资一点时间 在这上面你会慢慢发现 你的工作效率慢慢慢慢提高了 千万不要还是走回头路了 千万不要放弃 你反正慢慢慢慢慢慢增加一点点 然后对你未来投资我觉得也有帮助 不然你在职场上面也就可能混不下去了 因为大家都自动化了 结果你还在那个就是原始时代的人 对不对 大家都会写城市你不会那好像也说不过去 OK 所以与其这样导入你走在人家前面 你不要等到大家都会 结果你还不会那就惨了 一定要走在人家前面的那个人 其实机会会比人家多太多了 真的有的时候要有一些 让人家眼睛一亮的东西 你的机会就来了 但如果你没有那你当然没有机会了 OK 所以有些东西 好 那最后怎么样可以这边按Enter 它可以自动帮我转成这个 它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我后面有提到 这边按Enter之后 出教这个按钮 那写法上面其实也不难 而且坊间的书籍也没有 我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的实物经验 OK 那有些东西说在哪里 你去哪里找那种书 告诉你怎么做 所以很多同学自己买书回来 看半天还是不知道这个用在哪个地方 那我基本上尽量跟各位讲的是 真的是可以 就是你们可能做不出来的东西 还有是真的实物上用得到的东西 尽量不要跟你讲太多理论 好那怎么做 一 你要想到它的事件驱动 那事件的话就是当我按下 在哪里按下 在哪里按下 在这个储存 在这个文字 这个叫什么 文字框 文字方块上面 按下一个什么呢 按钮 所以叫key down key down key down的时候 它会产生 它会去抓一个那个 内码 那个key code enter是13 所以会有抓到13 如果你是13的话 那帮我转到这一个 command button1 click的事件 所以写法1 点它两下 点它两下 它会呼叫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testbar change 但是我不是change 所以你把这个改一下 改叫做key down key down 就是按钮按下去 key down 然后这边会自动帮你写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这一段change不需要的 这个叙述它都自动帮你写 然后它会底下有传一些参数 key code意思是说 你按下的是哪个内码 那enter是13 所以呢我可以判断什么呢 如果 if什么呢 if 这个key code 假设我这个key code 等于13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如果key code等于13 表示它是按enter 这样我怎么样 end if先打 我就把这个enter 转换成什么呢 呼叫这个 叫做comment button1 click 那怎么写 其实就是 这边就是改成一个叫call 把它贴上就好了 comment button1 click 呼叫它 变成按enter 然后转向 按那个 I'm a click 的事件 所以特别重要这边是一个事件驱动 加上转移到另外一个事件驱动 ok 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但对不对 我不知道 有的时候 是一个中断点 其实这些都不用背的 因为背也背不起来 你这样理解的 因为这东西其实 理解之后 以后就大概知道怎么写了 有些可能上面有给你一些提示 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那我们做一次 这边一样的 启动表单 一样是输入CCC 然后enter 然后输入enter enter 这边有个key code 设中断点 它又停下来了 因为我现在优标已经在上面了 不过我是按了TAB键 所以它跳过 不是13 跳过了 然后再来我输入一些东西 假设我输入8 8它也会侦测到 那8的key code是不是 它这边104 所以也不是跳过 然后再来 不过它会一直抓到这个 把这个先关掉 直接来跑 85 然后有中断 执行它 85 enter 刚刚本来应该会跳到哪里 跳到这里 现在会不会执行 看一下 有没有 它就是enter了 13 call commend button e click 就完成 大概这样流程 这个部分 因为之前同学问的 所以我就顺便补充一下 这个东西在云端上 我看一下应该也有放 就是写在哪 在这里 检查 这边 如何按连者直接 有没有 那我这边是TST04 把它改一下 改成跟这边一样 是TS 这个 一样是什么 关键的地方 一样是keydown 然后呢 利用这个keycode 因为keydown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call 帮你侦测 它会传给你 所以你利用这个keycode 判断是不是13 then call 这个commend button 这样的话就完成 所以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一 如果是那个 假如你完全没有资料 完全没有资料 我把它改这个 判断资料是否会空白的 写这样 这应该ok吧 然后第二个是 那个这个 unlent 自动转换成call comend button 试一下 画面先画面 试一下 看一下